班晓秀了一下柱坚的脸后 一指钢手说 你就是柱坚的孙女吧 今天就从你第一个开刀 水影说 优先击杀医疗忍者是常识 说的如此坦然 当无影都是木头人 班冷笑一声 他对付这帮黄花菜 还用考虑战术 单纯因为钢手是柱坚的后代罢了 他和柱坚争斗一生 各不相让 打不了柱坚 打打他的孙女 也算撩补遗憾 而且他的医疗忍数 跟柱坚比起来 简直小屋见大屋 柱坚甚至可以不用结印 就自动恢复伤口 所有忍数均无可逼拟 被诗人称为最强忍者 钢手身为柱坚的后人 不会目盾 医疗忍数微不足道 还是个软弱的女流 弱者是丑陋的 弱小的牵手足人 正是如此 无影大怒 来人把这个大方角色的狂徒轰出去 钢手却拦住了大家 他承认说 自己的实力和祖父柱坚相比 确实不值一提 然而 他从祖父身上继承的火之一指 才是他真正的力量 反对这番维新主义力量论 嗤之以鼻 他说 力量是物质引起的现象 而不是死人留下的 虚无缥缈的意志 钢手反驳道 逝者的意志 会激励后人 歹歹相传 蕴藏的力量 足以改变世界 他创造的医疗人数 就诞生自这样的意志 并且制定了医疗忍者准则 第一项 医疗忍者在队友死亡前 绝不能放弃治疗 第二项 医疗忍者 绝不能站在最前线 第三项 医疗忍者 绝不能陷于小队中 任意队友死亡 除了他交给学生的这些 还有第四项特殊规则 唯有精通人法 创造再生 百豪之术的医疗忍者 允许打破上书所有规定 百豪之印开启 钢手独自迎头冲上 属于他的独有技术 让他不仅是躲在后面 需要保护的辅助 还是冲锋陷阵 可敌先锋的战士 他营演一技刺拳 速度虽不及雷影 力量却在雷影之上 斑的须左能阔 竟被打出裂痕 其他四影赶紧助战 斑剑撞后撤 顾起虫尸 又要放火 铺天盖地的怒焰 却遇上水影的狂澜 削灭火盾后 水影再补一招水龙弹 将斑冲上高空 雷影的铁掌 已经等候多时 雷虐水平千代五 被图影的超加重炎增强 和钢手左右加弓 生生将须左能阔 打得支离破碎 搬从地上爬起来 收回了之前的话 钢手的确不是一个柔弱女人 然而这点能耐 在他眼里还是不够看 他说 既然柱坚想给后人留下点东西 倒不如像他一样 把复活自己的方法 交给他们 柱坚死后唯一留下的 不过是人人切用的细胞罢了 还有他的弟弟群奶 死后留下的 也不过是 寄宿在他双眼上的童树 唯一能从死亡中留存下来的 只有仇恨罢了 既然话语无用 那就用拳头吧 钢手一拳打碎了 班的半边身体 四人就老老实实躺进棺材里 给后人留下一点希望 别再散播仇恨了 吴埃罗趁机 用沙漠层大葬 再度将班封印 大家来不及高兴 查卡拉刃突然从地下刺出 将钢手穿膛破肚 班的虚左能阔 从地下现身 无影们刚才封印的 只是柱坚曾经使用的 木盾分身而已 在各类分身中 他尤为逼真 曾经作为敌人看破他的 只有同力强大的班一人 解决了钢手 其他影也只有死路一条 作助紧追不放 又只好召唤乌鸦缠住他 风水轮流转 这回轮到二柱子 常常被人甩在身后的感觉了 又跑出森林 快扑闯进阴暗的地下洞穴中 他使用须左能呼 一拳打碎了都设下的结界 都不由称赞 不愧是鱼之波友 竟然能通过结界 找到这里来 又说他被操控时 能清楚地感受到 兜的查卡拉源头 都没想到 有人能摆脱惠途转生的控制 这回确实大意了 他告诉又 即使杀了他 惠途转生也不会解除 能解除这个数的人 只有他 一旦他死了 惠途转生将永远无法解除 左珠的出现 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都一见到左珠 顿时喜出望外 他没想到战争的酬劳 会自己送上门来 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左珠刚想问又 跑到这种鬼地方来 到底想干嘛 他突然瞧见 黑眼中的蛇野 惊得一机灵 还以为大神丸复活了 仔细一听声音 原来是兜 左珠搞不清楚状况了 这都演的哪一出 又也不多说 直接准备动手收拾兜 都说 贵途转生之术 没有弱点 也没有风险 他很想和人显摆 告诉大家 他如何用这个完美的忍术 白手起家 完成逆袭 走上了人生巅峰 又放下了手里的菜刀 原来都是个心里扭曲的爆发户 暂且听一听他的废话 好让他得意忘形 此乃骄兵之计 都对左珠说 在他术后休养的这段时间 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片 第四次人界大战爆发了 面具男的十万量产白绝 和他的绘徒转生大军 正在和五大忍村集结的 忍者联军对抗 这一切的开端 都始于与之波般的阴谋 因为憎恨忍者世界 班制定了月之眼计划 使用诗尾 向全世界释放名为 无限阅读的幻术 从而支配全世界 为此 班必须得到八尾和九尾 另一边的战场上 班满以为已经断了无垠的奶 谁知刚手勇武过人 一拳打断了查克拉人 班赶忙扔出八板之勾玉补刀 却发现 刚手那点残血 怎么也打不死 原来 开启百豪之印后 刚手也拥有了 不结印自总恢复的能力 可惜 他本以为能靠这招制造破绽 大荧幕突然背后偷袭 沉顿宛如一道激光摄像班 班却用恶鬼道的能力 吸收了人数 想要打败他 只能用物理攻击击倒并封印 可大荧幕刚才明明用沉顿擦破了班的胸口 班笑了 刚才只不过是想让大家看看柱坚的脸而已 现在请问 我和柱坚谁更帅 刚手骂道 你这个异色铜僵尸 怎么能和祖父比 班大怒当场分出25个木分身 每5个对上一位影 要用全方位无死角的素颜 逼无影改投他的票 现在他还有一个问题 你们说这些分身 到底是能用虚左能忽 还是不能用的 就在班包围无影时 都已经向祖柱解释清楚了 目前的形势 晾在一旁的柱 身上的杀器已经快收不住了 他说将惠途转身投入战争 真是卑鄙小人之举 都亵渎了死者的灵魂 散播无畏的悲伤和憎恨 人们好不容易走出逝者隔离的哀痛 惠途转身却让他死灰复燃 都笑了 将与之博弈族赶尽杀绝的柱 居然迈起了慈悲心肠 他们也不想想 实际战场上多少人了缺心愿得以超度 他们兄弟今天的感人重逢 我多亏了他 网恩夫衣的家伙们 连一句感谢都总的客套话都没有 还大老远跑过来杀他 都对佐助说 咱们都是蛇院出生 同拜大蛇丸为师 不如趁此机会联手 一起收拾了又这个语之窝罪人 佐助翠兜一脸 他可没把大蛇丸的恶心玩意当老师 他和又之间的事都什么都不知道 少在这里大放厥词 都抹掉脸上的口水 好吧 那你今天到底帮谁 佐助朝兜扔出手里剑回答 却被又的手里剑挡下 又说不能杀兜必须抓活的 他会用阅读操纵 让兜解除惠兔转身 当着别人的面大声密谋 这真是赤裸裸的狗眼 堪人低 兜目击返效 老子可不是吃素的 再说了 惠兔转身没有弱点 又打断道 任何人数都有弱点 惠兔转身的弱点就是我 佐助和又并肩迎敌 他还有很多话要问 这一次他希望又别再用 下次一定来敷衍 又说虽然人的性格致死不变 但他已经死过一次了 这回他会遵守约定 兄弟俩合伙欺负人 都一吐舌头 小心他去告老师 五条灰白的蛇 从兜的袍子下钻出 为了对抗血轮眼的幻术 他用帽子遮住视线 依靠蛇来感知敌人 佐助说 蛇能感知体温 还能用舌头感知气味 为了打倒大蛇丸 他特意考了个蛇类博士学位 都双手接应 白蛇们变得更加巨大 区区蛇博士是无法打倒他的 这里是他的主场 大自然是他的战友 又一听提醒佐助 小心有陷阱 巨蛇们以其扑咬上来 散落的尘埃中 这对与之波兄弟 双双开启虚所能呼 佐助改不了杀配性格 一刀剁下舌头 又盲劝他下手轻点 可千万别把刀弄死了 佐助不听 他深知大蛇闻的能力 刀可没那么容易死 他扑上去掀开刀帽 里面竟是一堆舌头 没骨气的刀 真的开溜了吗 又能否顺利解除绘图转身呢